來看一下,其實像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說你今天你填了A,填了B之後 你想要給它不一樣的 那麼它在這邊是可以直接設定的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根據答案前往相關頁面 也就是你現在看起來是一個表單 可是它可以插入不同的區段或頁面 當作是你的什麼 就好像一個流程圖一樣 比如說這個是,你現在進來的是在這一頁 那麼你如果選擇了A,就走這邊 選擇了B,就走這邊 但是去到什麼,不同的頁面繼續回答問題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說你的狀況是有這一種的 你可以從這邊勾起來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呢,並沒有其他的頁面 所以你頂多就是只有什麼 上一頁下一頁有沒有 那這個呢,我們就先暫時不要 所以你從這個插入這邊 你可以來看 插入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叫分頁符號 就是這個 你只要插入這個分頁符號之後呢 我從 這邊 分頁符號 這個就等於是另外一頁 好 比如說這是我的 好 那我這裡先完成 我再插入一個B的 分頁符號 分頁符號 這是回答B的 完成 好,你看了 回到剛剛這邊 點到他 這裡 有沒有發現選項不一樣 有沒有 好,就是你要先把那個頁面先準備好 等於自己在設計的文吧 你要知道說 回到哪個應該要跳哪一個 那他就繼續再到那個頁面裡面 也就是說你到那個頁面裡面 你再繼續給他 他要填什麼內容 那這樣 表單就可以比較靈活 就可以比較靈活 OK 沒有問題了 好